地下街走到旁 一名身穿黑色外套 黑色長褲 搭配一雙拖鞋的女子 就站在這裡 她有著一頭長髮 只是頭髮往前放 低著頭把臉給遮了起來 這邊是位於 台北市的東區地下街 其實平常的人潮真的不少 而長髮女子就是出現在這一帶 有部分的民眾反映說 這樣子的行為 讓他們感到有點害怕 曾經有網友發文 表示女子常常出現 又是後警跟在民眾後頭 轉頭的瞬間 看到她的確會受到驚嚇 實際在現場觀察 其實女子站在同一個位置 將近十分鐘的時間 之後就用緩慢的腳步 在逛街人群之間走動 不過始終都是低著頭 不少民眾經過的時候 都會多注意她一眼 看看她在做什麼 附近店家常看到女子說 她就是會穿著人潮 或者坐著休息罷了 也有網友整理 地下街還有一名羽衣阿婆 常在長椅區仰頭睡覺 以及有婦人固定會在韓國飾品店前面的椅子 低頭蜷縮在那邊 不過警方表示 近期沒有接過相關的通報 平常會有員警跟保全 在地下街巡查 如果有狀況 民眾可以通報 警方會前往處理 但是只要沒有影響他人 其實他們就跟一般的民眾一樣 或許只是需要一個地方 可以安身立命 不用吹風淋雨